因為說他很像直男 但他直男的地方是在色域的部分很像直男 剛在一起熱戀騎的時候有嘗試過 然後真的就是 好美的畫面喔 天啊 我覺得這個 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女生跟女生這樣騎 大家好 我是卡卡 我是貝拉 我們是阿卡貝拉 天啊 開始就放傘是不是 所以你們兩個大概幾歲 我快30了 妳快30 那妳呢 26 26 所以 所以 所以什麼 我只要好想要我好想要知道 你們到今天錄影為止 你們已經在一起多久了 三年 快半了吧 那是對方的第幾任 喊男生也要喊進去 啊在一起十幾天就算嗎 在一起十幾天有幹嘛 碰到手 有宣告在一起嗎 對方有宣告我沒宣告 但是有答應他 可是後來怎麼分開呢 我就覺得他碰到手就很噁心 我隔天就 所以我就是最好的玩具 那是我第一次跟別人在一起 我自己不會拒絕 但我其實根本不喜歡他 但是我後來 第二個男朋友就是真愛 就是他是真的很愛我那種 然後我時候就很愛他 然後是真的條件很好 第三個開始才都是女生 那第二個在一起多久 兩年半 那是妳提分還是她提分 我提的 為什麼 我覺得分開那時候完全只是因為小小的事 就例如說什麼 假日為什麼不陪我約會啊 為什麼都要打籃球 為什麼要星期三凌晨才來找我這種 但其實是很有心的 但就是太年輕了 然後就受不了 後來就說分手 然後對方那時候有打算要放過你嗎 他很難過 他那時候在臉書上大崩潰大暴走 然後後來就變成渣男了 你說就是因為你把他拋棄了 然後變渣男 算男生的話 我加在一起貝拉應該是第六任 對 這樣妳會很難過嗎 喔我才要難過我跟你說 他還沒講答案 妳是不是超過50個了 沒有啦沒有太多多了 不到15個啦 所以貝拉也玩很大是嗎 應該是說那時候 我們花了比較多時間探索自己是不是喜歡女生 對 就是跟男生交往的時候 沒有到談戀愛的感覺 中間有很多時候都會是 我覺得很煩 就是跟對方提分手 因為我們以前不知道自己比較喜歡女生 然後就覺得哇大家都在談戀愛啦 那不然有人喜歡他跟他告白 就說喔好啊 但是妳的談戀愛是那種 完全沒有身體上的接觸的那種 還是會牽手跟接吻 但是就是剩下就不會了 就是沒有跟男生發生那個行為這樣 對那種性關係 哇這所以這樣很純潔欸 所以她們還是不要絕 好像也不算我們都熟 就是沒有沒有沒有 蛤我一直以為處女的定義 是沒有被生殖器官進入過 那看妳覺得手算不算生殖器官 手不算生殖器官 如果不算的話 那我們就是 你們手進去的時候有落後嗎 我第一次跟女生的時候好像有留一點點血 是女生的外表這個樣子 對我教的全部都是長髮 比較女性向的 那像妳們平常的話是 妳們誰照顧誰比較多 就是妳們一定會有扮演一個就是 比較男性的那一個角色 就是那種保護慾的那種 我必須說她很像直男 但她直男的地方是在色慾的部分很像直男 妳說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她比較主動的那種 對就是 我要怎樣的那種 看不出來吧 可是我覺得 我是在心理上會比較照顧她 可是生活上她比較照顧我 就是因為我是家事白癡或是什麼器材白癡 可是心理上她可能難過的話我可能就會比較照顧她 她有時候難過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妳不會遇到同事去欺負妳啊 因為妳們兩個是一起工作的 我就是會欺負她 所以妳欺負她她難過然後妳又要安慰她 對 就是因為我 我的個性比較 算是懶惰一點 她對工作上比較積極 所以有時候我在工作的時候就會想說 喔怎麼那麼多工作好煩喔 她就會教訓妳 對她就會先跟我說 妳現在是什麼身份妳就應該要 做什麼事情 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什麼事 就她會先跟我講道理 然後講完之後我自己評估好之後 她也會再過來安慰我 那妳們當下再來的時候妳們還會做哪件事情嗎 剛在一起熱戀騎的時候有嘗試過 然後真的就是 然後後來貝拉就再也不想要了 其實這真的很麻煩對不對 可是剛在一起的時候覺得 哇好酷喔 妳有這個經驗欸 請表演開始 我要在中間當電影 喔我要怎樣 妳要不要當導演 妳就邊講嘛 來 手心寒情默默的看著對方 不要笑 很性感的微笑嗎 可以 妳可以性感的微笑 好妳們要開始做那件事情了 開始看對方的胸部 再看一下對方的臉 然後手舉起來 摸一下對方的臉龐 然後接著頭越來越靠近 然後先摸一下鼻子 然後嘴巴貼上去 Oh my god 好美的畫面喔 天啊我覺得這個 欸我第一次近距離看到 女生跟女生這樣親耶 那個畫面真的是 超級的唯美欸 這Oh my god 這個太厲害了 我覺得女生跟女生親真的是 害我也想要 害我也想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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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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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